然后我是乔宇昂 我今天为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 主要是和安卓的这个质量保障有关 叫做安卓的仪器测试 以及这个CICD 先做个简单自我介绍 我目前在写生机票 做这个移动端开发相关的让一些工作 然后我目前还是这个上海的 Colin User Group的组织者 我之前就是翻译过一本这个 Oreaded的图书叫做Colin Cookbook 然后中文名字叫做Colin编程实践 最后就是我与这个 Colin的这个开发的公司 然后还有另外一位台湾的 一位Colin开发者 我们一起创办了一档这个播客节目 叫做Colin路边漫谈 大家可以在这个B站搜索来观看 我们是一档这种座谈节目 一档这种技术的座谈节目 好 然后我们今天就回到正题 那前几位老师 就是他们分享的都很不错 那假如说大家用上面几位老师 介绍的性能优化的方法 然后优化了一款很不错的应用 然后也用之前老师分享的方法 就是成功的出海了 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 然后用户的这个数量水涨船高 这个时候呢 因为用户很多 所以可能用户就会发现你一些 这个应用当中的一些 这个不太常见的bug 然后这个时候 那用户的体验就很糟糕 所以我今天这场分享 其实主要的这个目的在于说 为大家提升这个应用的这个质量的保障 那我们在介绍安卓的仪器测试之前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安卓的这个单元测试 那单元测试它的目的是在于 测试我们的项目当中的 这个具体的一些方法和类 我们通过给予这些具体的方法和类 不同的这个输出 来尽量去模拟出 他们在实际运行情况当中的 一些不同的情况 然后来看看他们的这个返回的结果 是否符合我们的预期 其实就是一种使用代码来测试代码 这样的一种方式 那如何构建一个简单的 安卓的这个单元测试呢 其实第一步就是我们需要导入 这个JUnit测试框架 JUnit是一款很常见的 Java的这个单元测试框架 我们可能不仅是在安卓上会用到它 如果你是做这个Java的桌面端 或者是这个后端服务的服务端 也可能也会用到它 然后我们会需要使用到一款 这个叫Mokto的这个API 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开源库 然后我们需要用它来Mok一些 我们调用的一些API 比如说我们在测试的环境当中 我们希望模拟一些这些测试代码 它底层调用的一些这个 外部的一些库 或者是SDK当中 这些函数返回的这个结果 我们需要模拟它 我们就是相当于是Mok的一个价值回来 然后我们就需要使用这种 Mok的这种这种开源库 来模拟这种函数调用 再然后我们来这个 进行一些其他的Gradle的配置 然后最后我们创建 我们单元测试的这个class 在class当中 我们通过编写不同的 各种的单元测试的方法 然后来编写具体的单元测试的代码 然后我们在这些代码当中 使用测试代码 去调用我们需要被测试的代码 然后给这些方法 再打上这个AdTest的注解 然后即可完成我们的这个测试的编写 然后最后我们运行测试 并且查看测试结果 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这款 就是我们测试最后 就是有哪些情况是成功 是不成功的 哪些地方是我们需要修改的 是需要修复的bug 但是单元测试在安卓上 是有很多限制的 举个例子来说 就是最大的限制 它的根源在于说单元测试代码 其实是运行在开发者的PC上面的 就是它没有真实的安卓的环境 单元测试本质是将你的代码 就是编译完成之后 然后跑在桌面端 也就是你的开发者的他们编程的电脑上面的 JVM上面的 然后它并没有一个真实的安卓的环境 那这样的话 如果你代测试这个代码 它底层电用了一些安卓系统的一些环境的API的话 那你可能就没法测试了 这种情况你只能使用Mock 那如果造成这种情况的话 你就只能进行一些非常细利度的这样一些测试 比如说你测试这个函数 必须使它的这个行为你是完全可控的 如果你测试的这个函数或者方法 它的这个电用层级很深或者它的规模很大 它的行数很多 它如果在底层电用了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些 系统的这些API的话 你就要去编写大量的这种Mock 来模拟这种环境的返回的这些结果 然后再就是它无法 再就是这个单元测试 它没法去测试 包含GNI和NDK开发的情况 这些代码的模块 这个也很好理解 因为GNI和NDK它其实是这个Native的这种原生的这种这种二进制的这种程序包 对吧 那安卓的这个操作系统是一个基于Linux的这么一个ARM架构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那开发者常用的这个PC可能是Mac 可能是Windows 也可能是这个U1图这样的Linux系统 那针对Linux的这种 安卓这种定制版的Linux的这个C和C++编译出来这个二进制包 比如SOCO的话它是没法在Windows或者Mac这种系统上运行的 所以说单元测试通常是不能测试GNI和NDK相关的代码的这种模块的 如果你定用了一个加往函数 它其实是它底层有一个GNI的这个调用 那你可能就会就是运行失败 那好那讲完单元测试的限制之后 我们就要引出今天的这个主角 就是我们的安卓的仪器测试 那我们在图中就是大概就是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图 然后来我们来说明了一下我们的这个单元测试和仪器测试 是如何来运行的 那在我们的 首先我们有一个安卓的这样一个工程 然后我们通常里面有两个这个代码的south set 一个是min min里面包含我们所有的这个工程的主要的代码 对吧 包括你的这个 比如说你做了一款这个app的话 里面会有activity fragment这种东西 然后test就是我们的这个测试的这个south set 它里面负责编写一些这个测试的代码 它通过调用min里面的这些API 然后来完成对这些API的这种测试 那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说在构建阶段 Gradle把这个单元测试的这个构建成了一个这个桌面环境可运行的这种程序 然后运行在你的这个电脑上 但是仪器测试也就是这个instrumented test 它是把你的这个整个代码是build成了一个API 这个API是个特殊的API 它包含你所有的测试代码 以及这个min source set里面的这个这个被测试的代码 然后这个API是没有是没有界面的 然后这个API会经过一个完整的这个安装流程 安装到你的这个手机真机或者是模拟器上面 然后来完成这个运行 最后你的你的整个的这个测试是真正运行在一个安卓的手机或者是模拟器上面 那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个单元测试和仪器测试 那首先他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 我们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测试业务逻辑代码 对他们的目的主要 这个是他们的共同点 他们都他们都他们的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去测试这种UI代码 而其次是运行环境 那单元测试运行在这个开发者本地的PC上 或者是运行在这种CICD的这种服务器上面 而仪器测试它是运行在这个模拟器上或者真机上 当然模拟器也可以运行在开发者自己的PC或者是CICD的服务器上面 最后又是单元测试 它是不能调用安卓SDK里面的这些这些代码 你需要去默克一些东西 但是仪器测试是是可以的 最后是GNI和NDK 那单元测试显然不能测试GNI和NDK 但是仪器测试也是可以的 那安卓的这个仪器测试的 它这个环境这个搭建和单元测试有很大一部分是相同的 我们都需要都需要使用像GNI这样的库去来运行测试 最后我们要导入这个 Google它开发的这个Android X test的这些runners 还有rules 然后来来辅助我们来完成测试 最后我们要在这个Gridal当中来配置我们的runner 然后 其他相比单元测试多出来的步骤就是 我们需要准备一个安卓的模拟器或者是一个真机 最后我们在Android Studio当中去设置我们的这个debug的configuration 然后我们在最后就是build然后运行即可 最后也是同样的就是也是同样的步骤就是我们需要去去查看这个测试的结果 那我找了几张图吧 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整个的这个分享比较偏向于实操 所以我想尽量的说清楚 那如何配着这个runner debugconfiguration 其实就是在你的Android Studio顶部的这个工具栏里面 你找到这个就是这个小锤子图标 它右边这个下达菜单 然后你点击之后有一个addedconfiguration 进去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左边这个侧边栏 有一个这个Android的instrument的test 你点击这个加号就plus 然后添加一个这个配置 然后我们可以在右边看到就是我们配置的一些具体的选项 你需要去选择你需要被测试的这个module 就是我们这个模块 然后我们也可以选择我们本次的这次run 到底是测试一整个模块 还是测试一个包 还是测试一个单个的这个测试class 或者是某一个被测试的方法 就是missed 这些都是可以配置的 通常我们如果要完成全面的测试的话 我们是测试一个一个模块 所以说你其实不需要不需要改什么特别的配置 然后点击OK之后 这个configuration就已经创建好了 然后我们点击run之后 就可以运行我们的整个一期测试 然后最后查看测试结果 然后我们在Android Studio当中去查看我们的这个测试结果 也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有专门的这种这种这个窗口 可以看到我们运行了哪些这个测试类 测试类下面有哪些测试的方法 然后他们是否成功 以及他们这个执行的时间到底是耗费了多少时间 那如果只是把测试运行在开发者自己的电脑上 这个其实非常容易 对吧 而且我相信很多在场的听众 应该都已经就是熟悉了这样的技能 那现在的问题在于说 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对我们的一个比较大的项目 进行一个持续的测试 举例来说就是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安卓的一个工程 然后你把它放在了一个 可能是公司内部的getlab上面 也可能是你的开源项目放在你的gethub上面 这个时候有人提交了一个port request 或者是getlab上面的merging request 它在合并之前 你希望看它的这个代码 能否通过你们的这个构建 以及这个测试 那这个时候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仪器测试 运行在我们的csd的这个远程的服务器上 其实有点非常重要 对 但是如果取决于你的这个公司 用的是getlab或者是商用版的gethub 或者是你的这个 或者是你自己的 你自己的开源项目放在gethub上 这个配置csd是有所不同的 但是我今天选了这个gethub 因为主要是因为它是这个开源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对吧 大家可以 而且它的这个资源是免费给开源项目使用的 大家可以去自己去进行一个尝试 getlab和gethub可能是大同小异 但getlab如果是你公司内部自建的话 你可能自己需要去准备一些这些house的这种环境 这种运行这些csd的这些服务器 那gethub actions 其实就是gethub提供的一种 来运行这个csd的这么他们一项功能 它是用于为代 就是我们所有的代码的工程 当然不只是安卓了 就是去来配置你的csd 并且运行你的这些任务 它对所有的开源项目是免费开放的 但如果你在gethub上有一个私有的这个项目的话 你需要去付费来使用gethub actions 然后它提供了非常全面的三种操作系统的这种服务器 包括windows 包括Mac 对吧 比如说你开发的是一款iOS应用 那你只能在Mac上面来进行构建和测试 然后还有就是Linux的Ubuntu 这三种环境可谓是非常全面 然后如果你要去使用gethub actions 其实也非常简单 你不需要任何这种额外的配置 你只需要在你的这个项目的目录下面 建立一个.gethub这样的一个路径 然后在里面再创建一个workflows这样的一个路径 然后在下面再创建这种yml脚本 就可以了 然后你编写你的脚本之后 就可以创建你自己的这些actions actions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CIC的任务 然后如果你是开源作者的话 其实你可以自己编写一些actions 发布到gethub的这个marketplace 这样的话可以简化就是其他人的工作 主要的意思来说就是 比如说你需要在你的环境当中去安装一个DDK的话 你如果使用命令行去给你的这个环境去安装的话 可能非常繁琐 但你如果去把它就是抽象成一个actions的话 然后并且去发布的话 引用你的actions就非常非常容易 那基本的使用其实就是如何去编写我们的这个yml脚本文件了 这里我给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然后我省略了可能很多一些就是不太重要的步骤 首先最外层是这个jobs 这个脚本文件它是使用这种缩锁的方式来确定它的层级的 那最外层是jobs 然后jobs内部就是其实下面就是一个又一个的action 比如说这个test就是一个action 然后我们要指定它运行的环境是哪里 这里我们指定它运行在这个macOS环境 对吧 然后并且我们就是它是我们指定它是在macOS环境上 总是运行在最新版的macOS环境上面 然后后面是steeps steeps是一个action下面按步骤执行的这些具体的步骤 他们都是这个从上到下按数据执行的 那第一个是一个减出的这么一个steeps 这个我们可以先忽略它并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们下面这个run test的这个步骤 这个就是我们来我们启动我们的这个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CIC的环境当中 来启动我们的一个按住的模拟器 然后来完成我们的instrumented test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run test 然后后面我们使用了这个yosis这个字段 来引用到了一个别人开发的这个action 这个叫做reactive circles 它有一个安卓emulator runner这么一个action 他们其实就已经开发好了这样的一个安卓的 这样的一个模拟 启动安卓模拟器的这么一个action 我们引用它之后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启动模拟器 免除了我们自己很多的一些手动的一些复杂的操作 然后我们当然我们还需要自己去配置一些参数 我们在base下面去配置了一些参数 比如说我们要设定我们的这个模拟器 它的这个api level 就是我们的这个安卓版本 它运行什么版本的安卓系统 这里我们指定的是29 对吧 然后下面这个是script script表示就是运行我们的这个仪器测试的话 它用的命令是什么 那如果你就是你在你的这个安卓系统本地用过一次测试的话 你会发现就是它其实执行的这个 它其实执行了一个Gradle的这个命令 就是connected check 我们只需要运行这行命令之后 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 整个把我们的测试代码打包 然后安装到模拟器 并且来运行测试 然后查看结果 好 那运行到模拟器上之后 然后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特别的定制 可能我们不只需要定制我们的api level 我们可能还需要定制我们的这个系统的这个 具体的这个版本 就是target target有default版本 就是默认版本 然后还有Google API版本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AOSP ATD这样的版本 这些东西 我们在我们本地的Android Studio里面 去新建Android模拟器的时候都能看到 然后后面就是这个ARC 这个ARC是就是我们的 指定我们的这个运行的这个安卓系统的架构 通常来说我们如果选择我们的这个host 是Windows或者是Linux 或者是这个普通的MacOS的话 其实我们选择这个X8664位的架构就可以了 但有的时候如果你指定你的 你的这个运行环境是这个M1或者M2芯片的Mac的话 那我们就需要把这里指定成一个ARM架构的 这样的一个安卓的系统 最后这个Profiler 它是指定我们运行的这个模拟器的手机是哪一款 然后这里我当然这里面就是我们目前展示的这段代码 是官方给的一个示例 它运行的这个手机是Nexus 6 大家知道这是这是一款老手机了 对然后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就是API Level Target 还有这个ARC这三个参数的指定是不能随便指定的 你不能任意搭配 你需要去看看你指定的这个版本的这个镜像 它到底是否存在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在Android Studio里面去启动你的 就是你去尝试新建一个本地的安卓模拟器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页面我们能看到 如果是你的API Level是31的话 然后你的ABI就是你的这个架构指定的是这个 X8664位的系统的版本的话 那它的Target只有Default版本 只有默认版本 它是没有Google API的版本 也没有这个AOSP ATD的版本的话 所以说你如果指定了API Level是31 然后你的这个ARC是这个X8664的话 那Target你是除了Default之外 你是不能指定其他的 否则他就会找不到这个系统的镜像 然后会构建失败 好然后再就是还有一个参数 还有一个参数就是这个Profile Profile大家可能看到 Nexus 6是一款很老的手机了 很多朋友可能想去换一款这个新的这个机型 那到底该怎么换 对吧 那我们比如说我们想要换成Google的Pixel 6 那我们直接把Nexus改成Pixel 是否就可以直接运行成功 然后我当时也是这样尝试一下 然后踩了个坑 发现是不行的 这个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 我们可用的可选的机型到底有哪些 去发现哪些我们的这个手机的型号 是可用的方法也非常简单 你只需要在你的Android SDK的这个目录下 有个Command-Line Tools 还有这个目录下有个Elastity的是Bean 下面有一个命令行工具 叫做这个AVD Managing 你通过使用这个命令行工具来运行它 然后输入这个参数List Device 然后运行之后 我们就可以查看我们所有的可用的手机的机型的版本 在这里我把大部分的结果都删掉了 我只留了Nexus还有Pixel 大家看到Nexus的Name还有它的ID是一样的 它都是Nexus 6 但是Pixel它的ID和Name是不一样的 它的ID是小写的Pixel 然后下滑线6 但是Name是大写的Pixel 然后空格6 所以说如果在上面这个地方 Profile里面 你如果指定的是这种大写的Pixel 然后空格6的话 是运行不成功的 这里要指定的其实是ID 所以你需要写这个小写的Pixel下滑线6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成功把你的 这个安卓模拟器它的机型指定成Pixel6 更多的机型 大家可以自己运行一下这个命令 然后去查看一下 好 然后后面就是一些NDK配置 NDK配置 如果你要测试 你要在这个 安卓环境当中 就是模拟器当中测试一下你的这个NDK代码的话 你需要指定你的NDK的版本 还有CMIC的版本 对这两个也非常简单 你只需要在 也是在这个SDK当中查看 对吧 你有哪些版本可以选 然后并且你依赖哪个版本 然后你去配置就可以了 然后后面介绍一个比较会常用的一个功能 叫做矩阵策略 矩阵策略其实是GitHub Actions里面的一种功能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知道安卓的SDK 它在每次系统升级之后 都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你用新版本的系统之后 你可能会有一些新的API可以使用 然后也随着新系统的迭代 有一些老的API可能就被放弃了 那你如果 比如说你开发了一款开源库 它在不同的安卓版本上 它有不同的底层实现 那在这个时候 你希望你的开源库 可以在不同的系统版本的安卓手机上进行测试 这样的话它能覆盖它所有的代码 对吧 就是你的覆盖率会比较高 这种情况下 你就需要使用这种矩阵策略 那我们使用的方式 其实是在于说 你在你的这个Action下面 然后你去配置一个策略 然后有一个Matrix这个矩阵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我们下面去用一个数组的形式 来定义你的每一个项里面 可能有哪些不同的值 比如说API Level 我们现在选了21 23 29 这三个不同的安卓系统版本 那Target里面 当然我们这里只选了这个Default 然后在下面真正执行测试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API Level 还有这个Target的值 指定成对应的这个矩阵 然后指定成对应的这个数组 它的这个名字就可以了 那真正在运行了之后 它就会 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API Level里面有三个值 Target里面有一个值 所以你运行的总的任务数是三乘一 一共就是三个 如果你Target里面指定是两个值 而API Level里面是三个值 那最后你运行的这个任务的数量 就是三乘二 一共是六个 大家可以看到左边 左边是GateHub上面的一个 我运行完成之后的一个截图 它运行了这样三个版本的 这样的一个 其实就是个排列组合 它这样的三个版本的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并行的一个仪器测试 它分别运行在不同的 安卓系统的版本上面 当然就是我图里面是 二十一二十三二十九 当我自己这个项目配的是 二十三三十二三十一了 然后最后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上传 我们的测试报告 并且可以下载查看 那我们也需要使用一个别人开发的一个 actions 然后来上传我们的这个 artifate artifate就是我们构建出来的一些产物 一些工件 然后我们将它 我们指定我们的这个pass 就是我们 比如说我们在本地运行一下 仪器测试之后 那我们的测试的报告 它是在这个 比如说你这个工程就叫做app app下面有一个build的目录 然后下面有个report目录 你把这个report目录 整个上传上去就可以了 然后if其实指定什么时候上传 你可以指定always 就是它总是上传 或者是你也可以指定 它只是在测试失败的时候上传 也是可以的 对 就是这个 这个地方指的是 它这个整个steep失败的时候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上传 然后上传完成之后 你可以在对应的 仪器测试 就是对应的这个get hyperaction 完成的这个页面 去下载你的测试报告 然后里面会有一个html文件 然后你下载之后 你双击它 你就可以在你的 浏览器里面去展示 你的整个的测试报告 比如是你的测试的通过率是多少 总共耗时多长时间 然后里面有测试了哪些这个方法 哪些类 然后他们的耗时是多少 那我这里有两个这个事例项目 这两个事例项目都是我们 我们公司团队的一些开源项目 但是这两个项目不是安卓项目 他们本来是callin多平台项目 安卓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对 所以说大家可以去看这两个项目的配置 然后只看安卓部分就可以了 这两个项目其实都是使用的一起测试 Cyclin这个项目它是 因为它调用了底层的这个 Cyclite这个C库 所以说它一定要需要使用这个一起测试 而MMKV calling它是基于腾讯的MMKV 就是他们那个KV架 就是他们的那个KV 建置对存储框架开发的一个 就是将它移植到了KMM环境的这么一个库 因为它底层调的这个MMKV 本身是C加加开发的 所以它也如果要测试它们的话 其实也是一种 涉及到GNI NDK这种测试 所以说也需要使用这个安卓一期测试 大家可以在GitHub上去看一下 它们是如何配置的 然后根据它们来防写出自己的 这样的就是合理的安卓一期测试 然后配置到你的这个GitHub的开源项目上面去 好 今天的主要内容大概就是这些 我们首先回顾了我们的安卓的单元测试 对吧 然后我们介绍了安卓的安卓单元测试 有哪些一个限制 然后我们对比了单元测试和一期测试 它们各有什么优缺点 然后我们介绍了如何在本地运行安卓的一期测试 然后前面都很简单 最后我们介绍了这个 如何在GitHub Actions当中里面 CICD里面去配置你自己的安卓的一期测试 如果你是在你公司的内部来配置公司内部项目的 就是这个CICD的话 你可能需要去准备你自己的这个host 比如说你要准备一些服务器 对吧 然后如何去搭建这个环境 但是这部分其实主要还是DevOps这些同事们的工作了 可能跟安卓开发的这个相关性不大了 对 然后你可能需要去席助你们的同事来搭建一整个这样的一个完善的自动化的环境 好 今天分享就是这些 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个人的公众号 叫Colin维修车间 然后我们我目前有一个这个微信群 叫做上海的Colin用户组 然后我们会有时候举办一些上海的一些本地的活动 就是我们计划4月份举办一场线下的分享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进群 然后大家可以一起讨论技术问题 然后活动也会发布在我现在维护的一个绝境号 叫做Colin上海用户组里面 对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这个Podcast节目 大家可以在B站或者是喜马拉雅 或者是Apple那个苹果的这个Podcast里面去搜索 然后来来观看或者收听 好 谢谢大家 现在主持人回答一下问题对吧 对的 对的 好的 看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接入MockAPI需要从研发流程去支持 如果你这个项目就完全是由你自己或者是你们这个小团队来负责的话 你需要自己去编写一些Mock的这些 这些代码 对 你需要自己去Mock一些你可能需要调用到的这些这些底层的API 然后UI自动化测试 就我讲的和UI自动化测试有区别吗 是有区别的 我这里主要讲的是测试你的这个工程里面的这些逻辑代码 UI自动化测试的话 你也需要启动一个这样的一个安卓模拟器 对 但是他们主要是通过一些脚本来模拟一些用户的操作 然后来进行这样的UI测试 所以我们测试的目的是不同的 我今天主要是测试一些逻辑代码 但是UI测试它主要测试的可能是一些UI的代码 然后测试每个ISDK版本的兼容性友好的方案 就是我刚才介绍的这个矩阵测试 你可以配置成一个矩阵 就是你可以配置下你这个CSV运行的这样的一些场景 比如说当有人尝试合并代码的时候 或者是代码合并之后 对吧 然后或者是你也可以自己手动去 配置成你手动去运行 都可以 你可以频繁的进行这样的测试的话 其实你总是在测试 对吧 那你有一点改动你就测试 这样的话 你的这个兼容性就可能就会 问题就会提前暴露出来 然后花在业务代码和测试代码的时间 精力有合适的占比吗 这个可能 可你的公司 看你的公司吧 对 你像有些公司老板可能拼命催你去出活 他只在乎上不上线 对吧 那这个时候 你也确实也没有时间去编写测试代码 但如果说是在国外这种公司 他们整个业务上没有这么繁忙 而且他们流程上 因为他们业务上没有这么繁忙 所以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来规范整个开发的流程 那这个时候测试其实很重要的 因为测试保证你的质量 对吧 避免你总是陷入一种 着急的上限 然后着急着再去修复bug 这样的一种循环当中去 现在应该都切换真机云测了 对真机云测也是一种方案 对确实是 然后怎么确保每个业务API都覆盖到 就是如果你要编写的是一种这种怎么讲 可测试的这样的一种一种工程的话 你可能在编 就是你你需要在开发阶段的时候 就要确保哪些API 就是你要让这些API方便测试 比如说纯函数它就更方便测试 你如果你的一个函数 它的运行状态和它的运行 它的输出的结果 和某一个可变状态是有关的 那这样的代码可能就不那么容易被测试 然后再一个就是你可能要 暴露出一些API 比如说你本来这个API是包可见的 你现在把它改成了一个public的 其实有的时候你的目的也是为了去测试 所以说有的时候为了测试 你可能确实需要 在开发的时候就有一些地方需要注意 然后JACOCO做覆盖率测试 结合单侧提升覆盖率 JACOCO侵入性太强 对 有的时候 特别是我们在汇报的时候 比如说有些 你做了一套单元测试的方案 然后运行在你们公司的项目里面去 然后某些时候你数值的时候 老板或者其他同事问你说 你这个有什么量化的指标可以来 就有什么量化指标来说明的成果 那你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拿一个这样的一个覆盖率的这样的一个工具来统计 你有哪你的API覆盖了多少 对吧 那这个时候用这种框架其实是有必要了 对 普通应用对于仪器测试的测重点有什么建议 普通应用对于仪器测试的测重点 这个没有太看懂 对 就是我觉得任何一个应用 其实在开发的时候 你都需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分层 比如说哪些是UI代码 哪些是逻辑代码 对 然后你即使是个普通应用的话 你的逻辑其实也是占很大一部分的 然后这些逻辑其实都是可以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仪器测试的 对 然后 仪器测试的具体收益 规避有多少问题 这个要看你自己 这个你很难讲 对吧 比如说你提前规避掉了 总比你线上发现之后要好 对吧 然后具体能规避多少 这个你也没法统计 因为你如果发现了问题 你当场你就改掉了 对吧 这种情况你通常不会去纳入这种统计 而且怎么说 仪器测试其实是编写了一整套的测试代码 这套测试代码是很强大和健壮的 那你在做一些应用的一些依赖的一些库的升级的时候 比如说你升级了Cotlin的版本 对吧 或者你升级了一些你底层用了某个宝座库的版本 某个数据库的版本 你升级了之后 你不知道升级之后 你的代码到底有没有问题 因为很多升级都会导致一些兼容性问题 这个时候你做一个 你跑一套这样的仪器测试下来 你发现没有问题 你起码你的心理会扎实很多 对吧 你如果完全没有跑过 你就纯靠人工手动去点一点 然后这样的话你心理其实是没有底的 但如果你的仪器测试够完善 你的代码写的够多 你的输入的情况覆盖的情况够多 你跑一遍 你整个的心理会更有底一些 然后 我们对单元测试覆盖率有要求吗 其实是有要求的 其实是有要求 但我们目前情况比较复杂 我们组的技术站设计的比较广 而且还有一些老代码 就是那种时间特别长的代码 那些代码可能没有做好分层 你要做这种逻辑测试 其实不太容易 后面我们其实这是在逐渐的改进当中 我们新建的一些工程 其实都是有单元测试的 包括我们团队的一些开源项目 就像我刚才展示的那两个开源项目 有一个复杂一点 那个Circle0复杂一点 然后那个MMKVColin可能稍微简单一点 然后最后是Mokato支持模拟高级函数吗 这个我有点忘记了 对你可以试一下 对你可以自己试一下 这个确实有点忘记了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是和测试人员的工作冲突吗 就是代码变形容力 据我观察国内的大部分的专门的测试人员 他们做的工作可能还是手动去 当然我这里说的是这种APP的测试人员 对吧 他们还是模拟用户的这种操作来进行那些点击 这种东西 他们可能最多也就会默克一下网络请求 对吧 然后你让他们去编写你的代码 然后去用你的代码去编写这种仪器测试 其实大部分人我觉得可能不会 可能可能不会 对 所以说其实这个并不冲突 对吧 你的一期测试是测试你的逻辑 你们测试的层面是不同的 你是一种颗低度比较细的测试 但测试人员 他是进行了这样的一种像用户一样 对他们只是通过用户的这种角度来进行这种颗低度比较大的测试 你们之间的这个决策其实是不太一样 对吧 其实你测试的越多 你这个应用的质量就越高 其实你就越稳 总的来说 就会更好 对 其实这两个是不冲突的 对 并不是说你编写了一期测试 你的公司就可以把所有的测试人员全部开除 并不是这个意思 好了 好的 谢谢老师的分享 要选三个中奖用户对吧 对 是等 好了 我来找一下 可以 你念他名字就可以了 好的 随便 随便抽吧 那个 我要睡觉 对 这个名字比较简单 对 然后还有 人间为什么会值得 好像提了提了不少问题 对 然后 还有 嗯 大宝 第一大 好像也是B站的用户 对 是B站 对 对 是B站